欢迎来到新闻追追追 我们一起追真相 追是非 追到底 我是齐凯 我是安右琪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政治评论员胡忠信 主持人 大家好 台大哲学系教授林火旺 大家好 我们党立委林国正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金兰 大家好 资深政议记者陈立宏 主持人 大家好 以及我们追问题追到底的年代调查团 好 2016年的总统大选 会是朱立伦跟蔡英文 英伦在战吗 今天封传媒已经报导说什么 朱立伦可能不留在新北市连任了 而且特别是什么 说已经获得马英九跟金普聪的同意了 今天电视台都已经跟进开始 报导说什么 朱立伦可能会转任行政院的院长 先帮连底这个县市长浮衔 然后要职工总统的这个大位 最特别是什么 这报道里面提到什么 说我们隔魁将一化要转战新北市 有可能吗 我们来共同追踪一下 另外马上报税就要结束 观众朋友 你去缴税了没有 没有还会再追一下 昨天清明党的立法委员陈妮姐 她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资料 我们的公务员欠债欠了多少 三亿 而且过了十年变成是 已经变成呆账了 还有农会主委 到今天都还在拗 还有桃园机场一直在出错 这样缴税大家会心甘情愿吗 来请玉华帮我们追一下 每年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大家心情和压力都会非常的大 为什么因为又要缴税了吗 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你又看到了 我们很多马政府的官员 不是平民粗暴 而且就是态度傲慢 甚至今天有个消息 让大家更火大 什么消息 国税局跟大家追税 追得非常严有没有 但是他追这个公务员的税 难道是故意在放水吗 怎么说呢 其实就有立委爆料 说到今年三月为止 所有的公务员和国营事业的员工 欠税有五千多件 而且合计加起来将近有三亿这么多 看到这你就会觉得 哇 原来欠税有这么多人 那我都不要讲好了 告诉你千万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他要追老百姓的税 可是非常的严格 为什么追呢 如果你没有缴 他会在隔年发单要来补针 甚至从第二天开始 他就要你缴支纳金缴到三十天 甚至最高发15%这么多 而且如果你还是不缴的话 接下来就是强制执行 要来财产扣押 还有薪资直接来扣款 所以你看到 哇 他天咬海角 就是要把你的税给追到手 但是看到这你就会觉得很疑惑 那好奇怪 为什么公务员可以有五千多件 都还没有办法追回来 但是现在财政部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数据当中 所谓的公务人员太过于广泛了 因为包括临时工啊 短期聘用人员 还有村里长 都是算这次的公务员 所以很多人都已经超过了追溯期 他们也没有办法嘛 而且他们还要跟你强调说 我们追公务员的税 可是比一般民众要来的严格 但真的有吗 你从这个数据来比较 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 你是不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火大 为什么民众会非常的火大 因为每次看到了 我们缴好多税 缴到哪里去 缴到养这些公务员 却养出什么样的公务员 是傲慢的公务员吗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了 他的茄子说 最近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争议 但是他现在觉得 都是你们误解我 是媒体断章取义 真的是断章取义吗 我们就带你来还原 他诊断化的过程 其实就是国民党立委黄昭顺 在质询陈宝基的时候 黄昭顺就谈到这个粽子的问题 因为粽子食材不停的在涨 他问他怎么办 结果陈宝基说 我也很无奈 但是黄昭顺接着就问 你当主委你怎么可以无奈 你无奈 难道我们就不要吃东西了吗 这时候陈宝基就说 还是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这个时候黄昭顺就接着问 那可以吃什么东西 对他就说 端午节你怎么会叫我吃其他的东西 就像上次润饼 你叫我不要弄花生粉是一样 没想到陈宝基还真的顺着讲 对啊 是一样的 端午节就粽子和茄子 这些硬颈的东西 好 这样整段话看下来 的确陈宝基是没有讲到这几个字 粽子贵改吃茄子 他没有讲哦 好 但是这样看下来 意思不就是这样吗 甚至呢 其实陈宝基在接受另外一个立委咨询 也就是李庆华咨询的时候 他也讲到猪肉粿的话 我建议大家多吃鸡肉 多吃鸡蛋 所以陈宝基好像从头到尾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逻辑 我们就带你来还原 陈宝基和李庆华的这段对话 租价全世界都在涨 包括我们的进口猪肉的 我们通常说你国内缺啦 我们就来进口 结果我们进口国 美国加拿大的租价也飙涨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也一直在调配 然后请这个消费者 可以有选择鸡肉 选择鸡蛋 用这种方式 来来 我们来问在大学家 伦理学跟家螺籍 诶 佛王啊 这陈宝基是什么 有被冤枉 有冤凹吗 我们就先从建县长 那一根黄昭顺 虽然没有说讲得那么直接 对不对 可是那螺籍不就是 种子太贵就去吃茄子吗 我们更精力不给他看了 刚才是更早的 一定是什么 那豬肉最贵 去吃鸡肉 那螺籍不是这样吗 那现在人民怎么样 气的不是只有螺籍 可能是心态 立委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就误下太高嘛 人民很生气嘛 所以你看立委问他什么 诶 人民很无奈吃不起 那你当主委不能无奈啊 你要解决问题 结果你看 他不去解决问题 他去推说什么 你种子贵去吃茄子啊 我跟陈宝基很熟 因为陈宝基在台大 当快活动主就接我的 我当快活动主 他接我的 那我觉得陈宝基 应该是没有政治智慧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还有东西吃啊 不过我觉得当政政官 要有宏观的角度 就是说 当人民说我吃不起种子的时候 你不能说 你还有东西可以吃啊 就像我说 有人家里过年 好穷买不起新衣服 有人说 你只要有衣服穿就好了吗 我们的政务官不能让人民说 你只要不饿死 这样就好了 这是一个 这是很不负责的态度 我的意思说 假设我们今天是个 很穷困的国家 然后我们人民吃不起种子 这很正常嘛 就像我们小时候 买不起新衣服很正常嘛 现在一个家里买不起新衣服 我们政府有责任 当我们的国民所得到 两万美元的时候 我们社会还有人吃不起种子 我们要感到羞辱 尤其政务官 我真的觉得 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 真的不要做官 这个就很不好意思 赶快去解决问题 就不知道 你看他还冲出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 陈宝基是没有政治智慧 他讲的当然也是真的 可是你要知道 一个政务官是在想办法 让人民的生活更好 不是说 你只要没有饿死就好 还有东西吃就可以 难道我们政务官说 我们的社会今天到这样子 国民所得快两万美元 只要没有人三餐不计 这样就可以了嘛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你知道 应该说 对物价是上涨了 那一般人民吃不起种子 是我们要负点责任 我们想办法来看看 我们的社会到这种地步 有人吃不起种子 是我们的悲哀 你知道吗 所以我会觉得说 政府官员 常常要以 淋渊缕薄的心情 我常常讲当官 跟现在的古代社会 跟现在的社会 真的不一样 以前的当官是光宗耀主 可是现在当官应该是有责任感 因为一个政策的错误 或一个政策没有做好 那就会让很多人民受到灾烊 所以我觉得不能说 我们在社会上 有人可以吃山蒸海味 有人种子吃不起 不是政务官员 是谁的责任啊 所以我觉得政务官员 要有这样的心态 不然我们这个穷人 不知道怎么办 诶 既然 陈宝静我们这样 没要没筋 对不对 还叫你去吃茄子 现在国民党的立反 紧张得要命啊 今天很多的国民党立反 孙大圈他们 林德福他们 卢秀燕 他们联合要求什么 那既然物价涨成这样子啊 一般的贫困的中低收入 确实种子吃不起啊 你就发个 种子券 特别是这些肉食者 如果物价就降不下来 到了中秋节的时候 要发中秋月饼的这个月饼券 很多人讲说 可能这治标不治本啊 可是你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看到两个 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物价为什么降不下来 官员本身不在意 诶 第二个 你总要想想办法 那你办法都提不出来 那人民怎么样 活该是啊 现在在缴税 人家为什么要缴税给你 结果你又解决不了问题 还跟你 好像叫信说 你人民太笨了 吃不起粽子 你吃茄子啊 这里面你看出来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这些大概都 国民党立法委员 然后跟他们同党的 这个行政官员 在这里面有非常大的 一个落差 为什么一直追着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问 其实刚刚那个李庆华委员 他前面还有一段 他说农粮署 在这次过节当中 他们也很好心的 对中低收入货 发了糯米 可是这些糯米 拿到这些中低收入货 拿到里长那些 这些中低收入货 他说你拿糯米 给我们干什么 因为糯米 除非你要我包一个白粽子 否则现在就像那个讲的 香菇涨价 肉涨价 猪肉涨价 然后虾米涨价 所有东西涨价 那我其实是包不起这个粽子 其实粽业也涨价 所有东西都涨价 他说你送给我糯米 那我其实是没有 其他配料可以包的 那这样子对我来讲 你这个美意 其实是不存在 后来经过反应以后 他改送白米 也就是说今天要包粽子 不是只有糯米而已 他还有其他食材 那这里面所产生的这些问题 其实李庆华也把这样的问题 告诉他了 所以他已经跟他讲 所有的食材都在涨价 可是 可是这个 农委会主委 他其实是真的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 我必须把时间再倒带 倒一下给大家听 其实我们鸡肉 其实常上节目 就告诉你鸡腿 一只100块 一只150 只要土鸡 我们都涨 去年底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鸡腿便当也没有啦 怎么样 一路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新闻 然后鸡蛋也生不出来啦 什么天气太热 一涨了他就告诉你 那也没办法 天气太热鸡生不出蛋 然后后来你看到猪瘟 猪瘟的事情 我们说不是现在才应该反应吗 六七月 因为中间有一个猪的生长期 那怎么会农历年一过完 这个猪价就往上涨 我在节目当中也讲 现在的猪肉价格是 电高在农历年后的 那个涨价的基础上 再往上涨 所以他在反应的都是说 这个农委会从一开始 碰到了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告诉你没有办法 因为它就是 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 那外在环境一来 我们没有其他可以供应 没有其他可以因应的方式 那所以大家就必须要 自己想办法 那这里面自己想办法 就叫你家庭主妇啊 那过端午节不过一天嘛 可是你要想想看 没有种子的端午节 叫端午节吗 请问观众朋友 没有种子的端午节 叫端午节吗 所以我们才看到 这些网友就说 那屈人在江底下 你丢茄子给他好了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就是没有种子的端午节 基本上就不叫端午节 那既然要过 传统民俗的端午节 恐怕你就是得种子 你至少拜拜 大家的传统习书 总是要拜拜 三大节都要拜拜 你总是要放点粽子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想法就很简单 那家庭主妇自己要想办法 猪肉贵 那你现在如果鸡肉便宜 都叫蛋白质嘛 对不对 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 那大家都不用想啦 只要是符合蛋白质 那就吃最简单的 那个方式做处理 所以他这里完全没有同理心 然后基本上是 他没有能力处理问题 我必须讲 我们经过一波一波 其实从这么多的事件当中 这个供应的这个食物当中 只要一出问题 他只有告诉你双手一摊 我必须讲 不止这个东西贵 前一波我们上个礼拜 不要忘记说 那个下雨啊 那个像炸弹一样 那个烂在田里的很多的蔬菜水果 什么东西的也一样啊 他就告诉你 那我也没办法 那就天要下雨啊 那你就是没有办法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得想办法 所以他所有的一切一切 政府没有能力作为 也没有办法作为 他所有的双手一摊就告诉你 你自己想办法 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你就自己想办法 还有端午节就一天嘛 对 大家在这里面 你就自己想办法 自己就过了一天嘛 其实他的基本上在潜意识里 就是告诉你 有吃没吃有这么差吗 那就是那个一天嘛 所以你面对这个官员 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民意代表急得要死啊 民意代表切记民意 他很清楚 过端午节当然要有种子啊 结果你的官员答复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认为官员在这里面 反应的心态 跟这个民意代表 在这边急切地告诉你说 那你就发种子券 那你就发月饼券 那个原因是 你真正老百姓在生活当中 他必须有很多这个连结 那个连结的本身 除了这个礼仪习俗以外 他还有社会意识 文化意识上面的连结 他通通给你切断了 如果一旦 照他这样的一个方式 下去生活的话 这些通通切断了 然后这些 民意代表非常急切 那你拜托 你多发点钱 我想办法 还是要让他必须 在节日当中 有一个过节的样子 有一个过节的气氛 有一个过节的那个feel 否则 这样下去很不得了 他后面连结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选票 执政党执政 已经让大家觉得 很伤脑筋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民意基础 这么这么低 9% 20% 30% 这么这么低 然后这些官员 就叫不出名字来 那这些民意代表 觉得不能这样再下去了 他总是得想办法 可是 秀才遇到兵 有理讲不清 你不觉得这些民意代表 碰到这些官 这些官不太理 这些官觉得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包括主机处 他就讲 那这个钱 这个钱 这个钱 所以他每个人 都本位主义在这里面 只要把自己的位置 划定好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讲 可是你不要忘记 陈宝基保 马英九总统 是保得很 抱他大腿 保他是保得很好 当他讲说 你这个陆融 是入耳朵掌吗 他对记者 怎么可能 你听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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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统不会错 是 所以你看他那个态度 他对于上议的 这个坚持跟这个护卫 你再看美牛事件以来 他打这个环保团体 打这个卫生相关的团体 他打得非常的有力 所以他只禀上议 不看整个的民意 整个的状况 其实已经脱离 非常非常的久 不是今天才这样 只是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讲 我上次也在讲 好歹今年要选举 你总是得努力一下 做做样子 今年不是七合一 现在再加上援助一下 九合一 今年没有选总统 也要选立委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知道那个紧绷 连这些政务官都不在这里 帮你做一些这样的施政政 跟政绩的话 你叫这些民意代表 或是再叫这些县市首长 叫这些人怎么选 国民党要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要如何选 连最基本的给个粽子吃 能不能让大家有粽子吃 现在还在讲说月饼 有没有办法吃 都是个问题的时候 老百姓干嘛选你 所以老百姓在缴税的时候 难怪边缴边骂 因为缴税给你是要来解决问题的 结果我们的官员是花时间跟你抬杠 钢对外界认为的陈宝基失言 农委会就特别发了一封 这个澄清稿 说这个黄庄司委员 在质询农委会主委陈宝基的时候 说粽子这么贵 怎么吃得下去呢 他说陈宝基达询的原意 是建议民众可以多吃一些 应景的这个蔬果 像茄子等等 并没有说叫民众不要吃粽子 然后底下还花了很大的篇幅 还原整个对话的状况 表示陈宝基确实没有直接讲说 粽子太贵 那你就不要吃 改吃茄子 跟我们这个运会其实也提到 对 陈宝基确实没有这样讲 可是为什么老百姓会觉得 陈宝基是这个意思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的陈宝基主委 经常管不住自己那张嘴 看他以前对很多事件的回应 是怎么样的 所以老百姓难怪会这么想 比方当时大家提到 这个活化修根的问题 这个陈宝基就说了 农民老了 你就把土地交出来吗 反正你65岁就有老农津贴了 然后针对猪农的抗议 陈宝基说 走上街很费成本的 你们多在家把猪照顾好 这比较重要吧 然后对于马总统的陆农说 陈宝基第一时间 也出来替马总统还家 说马总统一定没有错 一定是媒体听错了 后来呢 发现马总统真的错了 他就改口说 好意外啊 然后呢 这个猪肉跟蛋价飙涨的 陈宝基则说 猪价跟供应量确实是不合理 但是蛋价跟邻果比 那很便宜啊 所以猪价涨了 你们就改吃鸡肉或蛋嘛 那花生上涨了呢 陈宝基说 吃润饼呢 你们不一定要加花生粉嘛 因为呢 我比较怕甜 所以呢 从陈宝基过去的 这些回应来看 难怪今天有个粽子业者 不是投书吗 说你们 你们可以改吃茄子 那我能改卖茄子吗 所以他就说笨蛋啊 问题在物价 不在粽子或茄子嘛 而且你看陈宝基之前的回答 他完全没有针对 真正的问题核心在回答 所以他有没有在意 老百姓在意的东西 孔老夫子说 理师求朱也啊 其实你看看 连卖粽子的人 他都知道 笨蛋问题在物价 对 今天陈宝基会不知道吗 或者是行政院院长江一话 会不知道吗 甚至你马英九先生会不知道吗 别忘了 马英九当年还夸张一话 在这个物价的控制上 说很凶啊 结果就是控制了一个品项的牛奶 牛奶有很多啊 有各种不同的奶粉 不同的品牌 他只控制了一个品牌 就叫很凶 而且那个品牌三个月后就涨价了 又涨价了 好 好 物价飞涨到这种程度 我们今天为什么一直在谈陈宝基 主要是因为 它不是来解决问题 一开始它跟你斗嘴 而且好像在寻我们人民开心一样 是那样子的一个傲慢让人生气 陈宝基觉得很委屈啊 人民才更委屈了 其实因为陈宝基的这个话之后啊 这网络上有很多哭手 好吧 那既然吃不了粽子 吃不起粽子 那就吃茄子 那我们现在搅不起税 那可不可以搅金纸啊 对 对 我们现在没有钱嘛 我们没有钱 我们搅不起税 我们可不可以搅金纸 搅明纸啊 反正都是只做的吧 是不是 只是在阴间跟阳间用的差别而已啊 不是吗 如果说粽子可以不吃 吃茄子的话 那比照这办理嘛 那大家都干脆来搅明纸 搅金纸去搅税好了 大家都想抗税 连我自己 我都觉得今年搅税 给这样的政府 说实在的 不甘愿啊 对 你要看看 我们台湾的道教的那些神奇啊 你看 不管是马祖 不管是观世音 观世音在印度是男生耶 是男性耶 到东方来 到了中国 到了台湾 来变女性啊 为什么 因为这些神奇的背后 你仔细看 他们能够当神 都是因为所谓的文生救苦啊 他们听到人民有难 或者是求他的人有难 他可以立刻选灵来帮忙你 或者是立刻跟你解决当务之急嘛 所以 这些文生救苦的 这些过去历史上的人 他的事迹才会慢慢被传送 而成为神格化 成为神被受后代的这种 所谓的膜拜嘛 今天 为什么宋楚瑜 最近这两三个礼拜 上节目收视率都很好 对 到今天都还有人问说 你那天谈跟宋楚瑜这个专访 我从头到尾看到 看到完 为什么大家突然怀念起 那个已经 说实在已经在政坛上 他算是过去式的 宋省长起来了呢 对 就是宋省长跟宋省主席的 那一段的施政的这种 所谓的绩效 以及他对人民诉求的这种 这种回应 显然是现在政府所没有的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大家反而期待起宋楚瑜 宋楚瑜讲话有人听 马英九讲话现在没人听啊 何以至此 所以你们这些官员啊 不要懂了 不要只是拍马屁 你们其实都是在替马英九 在得罪人嘛 好 缴税记到 你看看我们这些公务员 我每次讲这个话都要讲 我们公务员多数还是好的 但是你看看 先来看这个 这是今天 我今天的 单单今天的苹果日报 它的几个 所谓的即时新闻啊 你就看看有多少贪污腐败 中游 中游的厂商现在今天 是被搜索 而且是抓到证据 因为这个厂商啊 这个围标 而且显然 它还能够标到很多东西 它的账册里头 有公务员喝花酒的这些记录 请公务员喝花酒 好过来 高雄官 你知道高雄官已经有43个 这个所谓的官税的这些官员啊 对 这个现在贪污啊 一个高雄官插楼被操光了 海关了 你这高雄官被操了之后怎么样 竟然 它的气丝的效果 低效标增6.35倍啊 换句话说 你看 以前贪污的时候 我们气丝的这种 抓走私的能力很差 结果现在抓到了一大批的 这个结构性的这种贪官之后 气丝的效率就立刻飙升6.35倍 你就知道贪污是 我们现在公务机关非常严重的问题 也是我们整个政府效能 很严重的问题 好 今天民进党立委又说了 我们政府的财团法人啊 政府有很多财团法人 但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养老院了 最大的董事长78岁 这都是给政务官去养老的啦 一个月可以再多领个 二三十万 三十几万的多的事 他们都已经有政务官的退休金哦 结果他们还继续能够在 政府机关的财团法人 去当董事长领个二三十万 最大最大的已经78岁了 第二名的是76岁啊 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样 他们这些人做退休金之外 还可以再领这些钱 那现在年轻人没工作 薪水低 这些人确实好过到不行 更不要讲说 这个我们前一阵子所提到的 这个限制大的问题 或者是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台中的 那位高级外省人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呀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今天看到 我真的不是真的一天到晚 你真的喜欢骂你马政府啊 而是说你看你用什么人 什么人玩什么鸟 什么人用什么人 你看还记得马先生在 这五月二十号之前的 那个中常会 国民党中常会 还在自催自的 他觉得我做得很好啊 他还觉得 他这个江一话也拍马屁啊 还说我们现在是全世界 列入美国的教授的评比里头 90个国家里头 痛苦指数我们是排名第88 我们是在这90个国家里头 是比较不痛苦的 应该算是比较不痛苦的前三名 所以对马英九来讲 哇 那你们那些人在骂我 什么意思啊 人家美国教授都说 台湾现在是不痛苦的前三名 那你们这些人在骂我什么 所以马英九最近很委屈 你不觉得吗 他五月二十号在中央的 中国医药大学讲话 你不觉得他也觉得很委屈吗 同样的他接受 远见杂志的访问 他也觉得委屈啊 都是你们这些人 蛤 礼盲烂情 不理性都不能沟通 所以现在是 我们人民气得要死 但是马先生都认为 我没有错 我做得很好 你看数据会说话嘛 那你想想看 有这样的马英九的时候 就会有陈宝基这样的人 他不需要去解决问题 因为我的重点 我当官的重点是什么 我只要秉承商议 我抱住上层的大腿 那你说像李鸿源 比较会跟上层打嘴够 尤其是跟江里华打嘴够 你看说换就换 即便他是这个所谓 江内阁的民调第一名 说换就换 陈宝基其实在同一个民调里头是调查位了 但是因为陈宝基懂得让长官喜欢 懂得帮长官说话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说实在的 如果真的没有钱可以用金纸来带脚的话 那我可能会搅出很多金纸 郭政现在通常来说 希望我们的官官 你领我们纳税钱 我们现在在缴税嘛 你要有同理心 苦民守苦 那更重要 你有这个心的同时 你要去解决问题 你吃肉长也知道 肉长在那里有什么 在那里弄米饭 在那里包什么 不是跟它包豬肉 要有香菇对不对 是吗 黑金啊 对啊 那这些东西 现在今天是有个业者 卖粽子的业者 他已经投书 他气到什么 他说什么 你们里面要包粽米饭 你知道吗 每一样东西都是贵了三成 所以他骂嘛 他说什么 笨蛋 诶 主委 笨蛋 问题是在物价 所以今天民进 今天国民党立委提什么 你治标你至少发个粽子券啊 钱都算过了 六千多万还不到一亿嘛 第二亿背金就发 这是治标嘛 可能不治本 他真的要治本是什么 你物价好好去处理啊 本来物价 你就是有个督导委员会 你就把物价降下来啊 让这边多一点钱 消费少一点啊 齊凯跟又齊讲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黄昭顺委员 跟那天的 跟陈宝基的对话 其实坦的就是民生物价上涨嘛 对 齊凯讨说肉长 本身就是要包什么 有豬肉啊 豬肉去多少 去两个生亡 大概涨了25% 刚竟然提到从六十几块 大概飙到八十几 回挡到七八十块 那为什么 整个住宅温宜 在两三个月 以前就知道啊 但是这里面出了一个问题 官员在国会被选的时候 态度真的是要相当的端庄 要慎重 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拿人品的痛苦当嘴共 对 那荧幕呈现出来的时候 对马振舞是极大的伤害 你说陈宝基不懂啊 其实在台湾里面来讲的话 陈宝基是虚目系的专家 他当过虚目处的处长 他是农学院的很重要 对这一方面很专精的一个教授啊 台湾在整个虚目系统里面的整个 他算是大佬 学术界的大佬 但是你今天是什么 你是当官 你要闻生就苦 你要苦民所苦 你要同理心 人民在乎是这些家庭主物 碰到整个种子里面 每一棵都大概涨两层 我如果没有交地包的 我过去买 那种子大概都涨每一棵 大概都涨五块到十块钱 平均跟去年同期 大概就涨两层左右 相对的 今天你不是讲第一次 有时候陈宝基有当时 口才很好 反义很强 但有时候怕喇喇 但是在国会 你私底下聊天可以 但是在国会电档里面 那一画面呈现出来里面 老百姓会很痛啊 对 我们本身要缴税的 每一个中下阶层 每一个老百姓缴税 每一份钱 你怎么会把这东西当开玩笑 不止它缴税缴税的 心不开 连年底选票都跑掉了 对整个猪肉来讲 因为两三个月前发生 猪宅瘟疫的事情 国内的供给就少了 那你怎么要解决 这个供给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台党释放出来 那台湾是不是已经 逐量的释放出来 第二个 从美国进口 刚好碰到美国猪肉市场 市场价格的上升 但是这里面难道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让住宅下来 稳定下来吗 这东西是你的责任嘛 再来 香菇也长了两层多啊 鸡肉也长了一层多啊 连仲业佑姐也长了 仲业也长了啊 肉脏也有个气嘛 那这些东西 你跟你两个月前 黄昭孙委员就提出一个资讯 清明节要吃 吃润饼 润饼 你跟人家讲不用加花生物 当时你跟人家承诺说 两个月以后的端路节 你要给人家一个小确幸 结果这次发生到这么大的一个笑话 这个其实对马正文真的是很杀 你今天是个官员 你现在要苦民所苦 你不是一个学者 如果你是个在学界教书的学者 你可以说 这个东西为了稳定猪肉的攻击 价格 我们是不是需求 不用那么大 我们暂时不要吃 我们做替代性的吃鸡肉 吃什么东西 但是老百姓会说 我肉贩大部分都包鸡肉嘛 这样包鸡肉嘛 其实粽子里面 贩重里面就是包香菇 包鱿鱼 包猪肉嘛 那其实政府里面有没有做事情 政府做的事情 我们送了三公斤的糯米 其实好几百块啊 但是这里面端午节 你送糯米里面来讲 不是要让它包甜重啊 你是要包贩重啊 你做甜重的话 还可以不用包猪肉 包香菇 但是端午节应景的东西是贩重 它要有其他的配料嘛 那你其他的配料 民生物价上涨的时候 才是关键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说 官员 自以为口才便捷 自以为本身来讲 好像要在修理立法委 那种所谓的措施 反质询的方式 都应该避免 你说他不止 没有解决任命的问题 现在还有的官员 其实很多的官员 里面好像觉得 他知道很多的东西 然后感觉到里面 但是老百姓 官员立法委 就是在基层听到 很多人民的心声 现在大家都要包重 什么都长了嘛 那你官员来告诉我们 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不过我猜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基本上不在意 陈宝基到底有没有学问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 他学农 某一部分当然是很强 是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认为是政务官的概念 我觉得我们社会 对政务官的要求 虽然国政刚刚没有讲出这个概念 但其实就是那种概念 你政务官是 碰到问题要解决的 如果你解决问题说 种子吃不吃就吃钱 这不叫解决问题 这叫转移焦点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对政务官 就是期待政务官要有一个格局 那个格局 我倒不觉得一定要 闻身就苦当菩萨 政务官当然也没有人 想到当菩萨这回事 但是就是要解决问题 我就一定要解决问题 如果你解决问题 反而是说 你种子吃不吃就吃鞋子 或你吃别的东西 这不叫解决问题 这本来就有了 那可以做到 你干嘛要你讲呢 所以政务官要让人民知道说 我比你想得更多 我知道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怎么处理 你要告诉人家怎么处理 如果你今天说 你吃不起猪肉 就吃鸡肉 那表示我本来就吃了鸡肉 还有你告诉我吗 我如果吃不起猪肉 吃不起猪肉 我当然是吃鸡肉 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政务官 我常常讲 政务官不一定要是 某个领域非常非常专业 但政务官一定要有判断力 要有智慧 这其实都不是知识可以相比的 所以我们现在用 很多人常常讲说 我们用很多博士毕业 就代表他不好 不一定不好 有些博士毕业有智慧 有些没有 有些不是博士毕业 有知识没有智慧 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找政务官 真的要不一样 我认为说 马政府在政务官这方面 把政务官做小的 我们现在的政务官 其实是事务官 我认为陈宝基 是一个好的事务官人选 但不一定是个政务官人选 因为我跟他很熟 就是说他其实对事情 他不是 他也不是心肠不好 可是你说 我觉得就是没有那样 政务官的高度 跟我们期待的那样格局 那我觉得 政务官要有格局跟高度 不然我们会 不然会让人家瞧不起 你觉得待会是什么 不是只有陈宝基 都是一犯再犯的同时 我们这两天给他看了一个淘机 才有可以弄上飞机 那是多危险的事情 然后呢 猴子猫咪进去 你看S官刚给他看了 脚都已经看到了 你把他当鸭嗓 就整个罗斯丁都掉满地了嘛 所以我们就要谈这个 不是骂的 就是你因为责任政治要追回来 第一个 有同理心去解决人民的问题 第二个 真的犯错了 马政府就赶快去解决 干液除就液除啊 我想陈宝基主委 一定觉得很冤枉或窝浪说 他只是说个茄子 为什么像我们这个节目 要连续讨论两天 我想他本来会这样想 但是我们是求全责备 因为认为人力强 应该解决问题 我是有感触 因为内阁政务官 我有很多的同学或朋友 几乎一半以上都认识 但是我要对这些朋友们说 会读书啊 不如会做事啊 会做事不如会做人 我想你也知道这人生心得啦 读书是基本功啦 没什么好讨论啦 但做事的方法跟做人的元首 我觉得 你里面应该都是五六十岁上下 应该深入词道理 所以我用这种态度来谈 我经常说我这样谈 要让他听得进去才有效益嘛 不然我们只是在做情绪化学 我来举一个例子 你从来不会相信会有赌场 会有蛋塔 会有猪扒包的地方 昨天发生什么事 我让大家看 你会很讶异啊 昨天澳门居民八千人包围澳门立法院 什么事情 抗议澳门特首自回条款 给自己不断加薪 退休很多退休奉 包括澳门特首 还有刑事豁免权啊 好多都是你的啊 你能想象澳门这种前殖民地 有八千人包围立法院吗 我相信 不知道是不是从太阳光学得到灵感啊 香港一样啊 香港要占领中环啊 要求2017啊 特首要直选啊 不要鸟笼民主啊 港澳如此 我觉得我们谈台湾的现象应该是 一样的态度 民主政治有三大指标 尊重法治 二 公务员的绩效 第三 透明清廉度 我们谈的是公务员 包括政务官的绩效 两年前的欧债危机 就凸显公务员政务官的绩效多重要 以希腊做例子 包括其他欧盟五族总共这五个国家 在南欧这几个国家 公务员的绩效一定非常拙劣 第二 福利金 公务员的推球金 把国家的财政吃垮了 拖垮了 第三 一定 国营企业的绩效 也把国家拖垮了 这三个欧盟五族的状况 其台湾 程度上 对领导人期待 我觉得用太好了 大事难事看当当 逆境 瞬境看精度 臨喜臨怒看寒阳 群行群职看见识 我把它很快翻做白话文 有事情你要承担 Accountable Government 责任政治 第二 你有逆境 你的胸襟 你的胸襟 你的胸怀 有没有以人民之心为心 第三 臨喜臨怒看寒阳 你拿寒阳教养 你的臨机反应怎么样 第四 就是 称主委 臨行 群行群职 看见识 在国会议场 那么重要场合 你的见识 你对问题的深度 对问题的反应怎么样 我不想求全责备 最近我跟一位经济学家 吴慧林教授 一起读书 我们一起读 亚当史密斯的 《道德情操论》 这本书一般人不太读 这本书是亚当史密斯 200多年前 对那时候的苏格兰 年轻人的道德教育 绅士教育 精英教育的他的教案 《道德情操论》 他说你们准备要做公务员 你要准备从政 要做首相 做政务官 要具备几个要件 同理心 利他 同情 懂得沟通 跟人家容易相处 要抱着服务 回馈人民 这就是 公务员教育的最重要内涵 要回归素朴 源其初心 说这个亚当史密斯 讲得太好了 我不是要求你 陈主委读这本书 但这个内涵 你应该有 国家期待 每一个人 包括公务员 敬他责任 专专业 没有人比微博讲得更好了 热情 责任感 判断力 我希望以陈主委的例子 请你发挥热情 责任感判断力 讲故事做结束 今天我收到台数公司某高层 一个总经理 七人小组 他寄应杰的礼物给我 当然不是茄子是仲子 我后来在跟他聊天 我当然主要是问他 谈台数越南厂的事 大家了解了 他说损失惨重 他说台湾有点可怜 台湾有点可怜 话都一样 但谈到后来说 胡先生 我每天十点一定看你节目 我们在台数员工室 早上四五点起床 你看他睡眠多少 高层出感说四五点起床 我说你们要为什么要看 你为什么要看 他说我们经营者 要知道社会的脉动 我希望你们 我欺欺你们 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述 这讲太好了 第二点 把政府做不到的 要把它点出来 后来我们当然又谈到王永庆 因为过去我跟王永庆对谈 我们总经营就坐在旁边听的 有时候做笔记 他说王永庆留给我们的最大资产 就两项 我印象很深刻 理性 用理性的方式 逻辑思考问题 表达意见 第二 绩效 用绩效来证明 我特别把王永庆跟这位台数 七人小组之一的一位总经理 跟大家互相勉励 请政务官 你们就用企业绩效 用理性来思考问题 我是觉得陈宝基主委 你不要用轻跳 你讲的其实是人家觉得轻跳 政务官在那个场合 不宜轻跳的了 你用理性的论述 把问题说我不能解决 问题在这里 我怎么想办法解决 这样子才会得到我们的尊敬 跟让你继续努力 我们期许 我想七个我必须补充一下 刚刚很多的来宾提到说 工人员 军公教人员逃税的问题 其实我必须要帮他们讲几句话 有没有逃税 有 但比例不会很高 真正的军公教人员不会很高 为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我去细 仔细地去调出他的资料 这里面他逃漏的税里面有众所税 有营所税 营业税 大家会想到说 公务人员怎么会有营所税 跟营业税呢 所以刚刚观察员里面提到的 他所谓的公务人员 就是广义的公务人员 其实真正的公务人员 税是一毛钱都跑不了 像火旺老师在台大教书 他如果欠众所税的话 他的薪水马上扣三分之一 行政资薪水马上扣他三分之一 我们立法委員也一样 你逃漏税 什么逃漏税 众所税没有交的话 行政资薪马上扣你三分之一 但有一种人 你没有薪水 你卸任了里长以后 卸任了村长以后 你没有薪水了 或是你不是公务人员 你是月聘部人员 今年做完了以后 但你中所税欠了 你扣不到他的钱 所以一般的钱扣的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村里长 政治人物 他本身没有固定的薪水 他这四年做完以后 他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东西 必须帮狭义的 这些军工人员讲句话 他一毛钱都扣不了 为什么 他一定会等到你 行政资金署一定等到你 你忠实说你退休的 他比退休金都跑不了 那第二个我要谈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也很严重 既然跟又齐提到的 国境大门的安检出包 不断的出包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柴油也带上去 把柴油当成蜂蜜 把猫当成牙长 这里面发生一个系统性的 会不会说疏于检查的问题 我们那一天在交通委員会 为了这个事情 还特别安排专案报告 我必须要做一个澄清 不是淘机 这个安检是什么 是警政署的 航空警察局的安检队 它不是淘机公司 今天很多媒体把它当成是淘机 好像是淘机公司 这些安检的业务是什么 是警政署所属的 航空警察局的 安检队的业务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要郑重呼吁警政署 要彻查 要彻查 而且发生安检出包 都是在什么 在半夜 都在半夜 十一二点的时候 很可能人手少 大家也累了 那他这个东西里面 就是行李拖映过去里面 一条线杖一直在跑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万一哪天出大事的话 整个机场 会发生严重的伤 不过俊仙你看 我们从一开始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到刚刚力侯有提到了 比方说像海关 像中游这种 结供性贪污犯罪的问题 到刚刚的这个 郭政兄告诉我们 行警局所负责的 这个机场安检的部分 现在出包了 结果居然是 约聘雇人员在做 然后呢 陈储的是约聘雇人员 我们老百姓 缴这个税 到底是缴给谁 在干什么事情 然后刚刚就算是 郭政兄讲好了 其实这个狭义的公务员 一毛钱都逃不掉 什么叫广义公务员 你说追税很难追 那看在老百姓的心里头 我们当然觉得不公平啊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政府好像 到处都螺丝松掉了 像陈宝基讲那个话 其实啊 重点在他的态度 什么种子茄子 那种嬉皮笑眼 你一点 你不是说 你不尊重人民罢了 你看不起 你没有尊重你自己的官位 你的职位 你没有尊重你自己 其实重点是在哪里 是在物价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马英九啊 他其实 变成9%的总统 很重要一点 就是在他任内啊 台湾的物价飞涨 造成人民的生活痛苦 人民的收入没有增加 然后物价又上涨 那当然老百姓 又非常对马英九不满 在所有的民调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马英九让人民最讨厌的 就是第一个 他没有办法控制物价 第二个 贫富差距的悬殊 也就是说 在那的任内 台湾的财务重分配啊 是不公平的 那财务 财务分配不公平 很重要一点就是税制的问题 政府要透过税 来拉近啊 社会这种所谓高低收入 造成这个阶级 因此啊 马英九在过去六年来 可以说他在税制的改革啊 是零啊 他唯一一个所谓的正所税 结果呢 灰头土脸 然后这重点 我们再回来看啊 那为什么工人员 工人员会这样子的一副德性呢 最主要是啊 没有责任啊 你知道程宝基 我觉得程宝基最严重的啊 是他之前曾经啊 被民间质疑他隐瞒疫情 隐瞒其中感的疫情 那那个才是很严重的事情 结果他没有事 没有事 所以就证明说啦 他的官位啊 非常的稳定 他是马英九认同的人 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 都没关系 总统支持你啊 你再烂啦 你都可以干下去了 所以呢 如果说端午节 因为粽子太贵吃茄子 那如果 中秋节月饼太贵 那叫我们吃什么 赶快告诉我们 所以哦 所以你看他当一个 当一个官员是这种心态 你老百姓看了啊 你想 大家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然后接二连三的哦 你看像那个桃园机场 落水那个事情 我觉得很好奇耶 桃园机场出问题 不是一次耶 我讲你新闻把它找出来啊 我看啊 这算不清了啦 那换了多少个官员 换了多少个主管 连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处理好 这个让我们实在很难想象 那为什么都没有被处分啊 奇怪 责任政治完全都不见了 就是说如果你有对责任政治的要求 官员做错事 你要为自己 自己来负责 我想啊 就建立一个标准 那今天不是啦 反正大家哦 尽量不做事 那犯错也没关系 大家都推卸责任 马英九就是这样子啦 你总统都可以推卸责任了 马英九重演有认为他错吗 他最近在接受国外媒体的访问 接受杂志的访问 他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运 推给民进党 所以我们认为啦 在这样的一个政府状态之下 整个政府机器啊 没有办法来正常运转 领导者 领导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包括总统个人 我常讲哦 你一个总统 包括一个首长 你可以 你可以 来领导 来行使你的职务 有两个 第一个是法律给你的 就是法律付给你的权责 第二个啊 就是你的威信 你个人 让人民的那种信赖 今天马总统啊 他就是失去了 人民的信赖感 他在民间已经没有威信 他讲什么话 已经没有人理他了 他当总统 他当然没有办法 来做好他的工作 你看 他现在讲什么话 很多人第一个事情就是质疑 不相信 然后他也推不动 然后他整个官员 大家看上面 反正上面的人 你做做事情 只要上面你服事得好 你只要是马英九核心的人 你只要是他认可的人 做做事情 我从来到现在 马英九当六年总统 没有一个官员 是因为你做 为你的事情负责而下台 从来没有 最多就是大风吹 所谓的所谓的内阁改组 官员调整 没有一个是因为责任 而产生异动 所以呢 再这样下去 我觉得啦 这个政府未来的运转 会更困难 那累积的民怨会更高 尤其看看总统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未来 政治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好 短路纪要搞 希望未来这几天 政府真的要做到 大家吃得起粽子 而且买得起粽子 所以我们会持续再追下去 不知道整个物价要怎么下来 不要再打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会盯紧这个事情 另外呢 今天有个重要的政治新闻 通传媒跟另外一个电视台 都直接爆了 朱立伦真的要職工2016吗 而且什么 看起来是蔡英文跟朱立伦 英伦再战一次吗 包括连新北市 放姜怡娃去选 这个新闻都出来 有可能吗 来 英文要帮我们追一下 好 我的林过后 马总统任期正式进入倒数的两年 不过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为了巩固权力 马总统的民争暗斗 在党内是越来越明显呢 首先我们看到民争的部分 这几天在立法 在这个电视上强力播送 国民党立愿党团的广告 名为《无心人民立愿空转》 这就是阿爸的民进党 其实就在谴责在业党少数暴力 而且还细数他们霸占 主席台的次数高达42次 而且在这广告的 最后一个镜头 还定在王金平的身上 还写说 癱瘓国会扼杀台湾经济 让人质疑 难道是说 王金平是 癱瘓国会的主因吗 难道马王政争 已经活生生血淋淋的 搬到台面上来了吗 不过呢大党边林洪池呢 是特别跳出来澄清说 没有针对王院长 也没有针对王院长 有不敬的意思 不过有些政治敏感度人都知道 难道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另外我们谈到暗斗的部分 在520的时候 有媒体特别问到马总统 朱立伦是不是不再 连任新北市长了 当时马总统是带着一抹微笑说 他说很快就会揭晓了 而这几天呢 网路媒体更爆料说 马总统跟金普聪 其实就是要朱立伦来选新北市 而且还有人解读 朱立伦的岳父高玉仁 在6月中的时候呢 会说朱立伦呢 不会连任新北市长 他还会职工2016 而且会用副主席的身份 而且在年底的时候 要全力辅选 目的就是要累积他的基层实力 而我们看到 为什么时间点 会选在6月中旬呢 因为极有可能的就是 蔡英文她未来的对手 今天蔡英文已经就任 民进党主席了 朱立伦未来可能要看 蔡英文在人事布局 还有双北首长选战布局 再来伺机而动 而这样意思是不是说 蔡英文跟朱立伦 继2010年的五多选举之后 极有可能在2012年 2016年的总统选举 也要终须一战呢 好 现在带你听听 对于媒体报导 朱立伦极有可能职工2016 她的本人是怎么说的 每一次出现这个传言 我也很无奈 因为这些传言 我也都是从这个报导中 才听说的 市长你有考虑过 去当时任务长吗 没有啦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过的 谢谢 好不好你看 大概两三天 大家就报导一次 朱立伦要不要选 总统这个新闻 现在大家期待在看什么 现在看起来 蓝帝都觉得说什么 蔡英文朱立伦可能 在2016年 总统大姐又再站一次 那今天 出来这个新闻 比较特别是什么 瘋传美他这一只讲什么 本来马英九是希望朱立伦 是留在新北市连任的 可是他说什么 后来经过考虑完之后 已经放手了 就是已经答应他 他就说你就是职工2016 另外连电子媒体 就马上跟进 他可能先去接行政院的院长 那这样一话去写新北市 这可能性高不高 我其实是因为 我现在跟那个 马总统金普通都没有什么联络 现在这样问我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讲的 不过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朱立伦想选2016总统 应该是很明确的 到底是先选新北市 还是不选新北市 可能他现在还在斟酌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那至于马那边怎么思考 我其实也不太了解 那可是如果说 你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想 像刚刚那个广告 其实我看到立法院那个广告 我其实心里还蛮难过的 因为照理说一个执政党 不应该是用攻击性的方式 来挑战在野党 因为你是执政党 执政党应该说我做哪些事情 不是说别人好烂 那这是蛮奇怪 所以我觉得也许党中央 其实开始有点担心 今年年底的选举 大概是不太乐观 所以如果现在关键就在于说 到底马英九心目中的2016 到底是希望谁 如果他希望是吴敦毅 那也许说 那我现在执政的做不好 那朱立文去当行政党 如果做得不好就完了 朱立文搞不好就完了 那朱立文搞不好就完了 那可是这也是到险期 因为朱立文有可能做得还不错 或者朱立文至少 有可能让人家觉得耳目一新 其实我现在觉得 国民党谁当隔壁 大概都还蛮容易做的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状况大概不可能更糟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说 如果现在隔壁 只要我愿意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今天来做的位置 是为人民 把自己的前途全部忘掉 就像我常常讲 忘了选票才会选票 这样的概念 那我觉得都会做得比 现在的状况好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不想让朱立文 选2016 那你叫他先来用 当炮灰的方式 那搞不好朱立文 就是要一战成名 你说不定 那如果你说 那我不是 我不想要朱立文 我会说 我真的想要朱立文 那也是个冒险 朱立文如果 如果这一次真的也做得不好 那也不是等于牺牲吗 我其实不太知道 他们心里怎么想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说 其实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非常威权式的政党 其实跟民主政治的逻辑 事实上是相差非常非常远 2016年总统大选 到现在2014年 真的想选择都不敢表态 你知道吗 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美国总统候选人 早就要讲了嘛 你知道吗 现在都知道 美国民党党呼称最高 就是Hillary 那哪有人 明明剩两年不到的时间 现在已经两年不到的时间 居然谁要选 朱立文到现在2016 明明想选 又不敢表态他的职工 这其实早应该表态 可是我觉得台湾 目前的政党政治 还流于那种 比较威权的心态 就是在乎的党主席希望谁 一个真的成熟民主国家 不是党主席希望谁 是老百姓希望谁 所以我觉得 我鼓励国民党的 所有的参与政治的人物 如果国民党本身的民主化 不如一般社会的民主化 国民党永远跟民意 有点脱节 你知道吗 所以永远只针对某一个人 心里怎么看我 来决定自己的前途 或自己的打算 那我觉得 我们都在走民主的后退路 所以我真的希望 我们台湾的民主 真的能进一步成熟跟稳固 一定是 你的党内是民主化的 而不是党内是威权统治 你如果党内是威权统治 你想跟实际民主 社会的民主概念相结合 或跟民意相结合 其实是有点困难度 所以我反而希望 不要 不要马虫总希望朱立伦 要不要做格魁 应该朱立伦自己跳出来说 我到底2016年 我是要职工还是不选新北市 赶快讲啦 真的 金兰 像朱立伦今天或者最近这个表现 不表态不是等于就是表态 就是要攻2016吗 像最近的媒体 你不管是今天的 今天的所谓风传媒 或者是电子媒体 之前杂志报纸 不是拱的就是他去职工2016 今天比较新的是什么 马英九是不是跟金普松 已经放手了 要让他去职工了 所以已经把行政院长 这个位置让出来 或说你用副主席的位置 好好先去浮潜 像是大家一问说 你去当行政院长 真的有可能当得好吗 其实行政院长的信任度 跟马英九的信任度 我们从九月政争开始 就知道马江其实是信任度最高的 江一化现在是马英九 信任度最高的 如果都做成这样 我不晓得 你换任何一个人来 会有比他们两个的这个 信任度更高的吗 也就是说江一化 从2008年一路以上以来 被他直接拉拔到 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们的那个密切合作的 这个状况 马对他的信任 马金对他的信任 必须这样讲 那那个位置是三级跳的 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特别经过了 这个九月政争 那个联系在一起 几乎是连体音的状况 我不认为政坛上 有任何人可以相比于马金江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度 我不认为朱立文在过程当中的 那个信任度 虽然朱立文跟江一化是同学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信任度 我不认为 那所以朱立文应该也很清楚 那在这个状况下 如果来接这个行政院长 其实是 他会清楚那个风险性很大 那那个风险性 除了现在的状况 是不太容易做 也不太好做 你说他去做的话 马英九可能也不会信任他 不会授权给他吗 我这样讲 马金江的这个 紧密的这个 铁三角的关系 朱立文会取代得了 加一化吗 你先问这样的 这个铁三角的关系 它其实是不能被打破的 其实我跟马金金的交往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他对人的信任度 倒不是如 刚刚金兰所讲的铁三角这个概念 如果金你的表现非常好 我告诉你 绝对是信任度很高的 真的 表现度不好 表现好不好是取决于他 我们大家一般认为 比如说他现在提拔上来的这些人 比如说马伟伯伯伯 比如说英伟 比如说后来离开的罗志强 还有所谓的现在看起来的 相关这些人等 大家会认为他的能力有强吗 不会认为他的能力有强 但是他经过了马金 在某种程度上的信任跟授权 他只要符合他的意志 做他应该要做的事而已 他不需要多想 但请问朱立文没有自己想法的人吗 我不认为 所以我必须讲 加一化是少有马金一路提拔 从学者做所谓研考会 然后内政部 然后一路上到行政院长 这样一个位置 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政坛如果有观察的话 你认为朱立文在这里面 不会那个思考说 他跟马金之间的关系吗 我不认为 所以他今天如果做行政院长 这个风险性极度的大 这个极度的大的状况下 对他的未来 还有对整个的发展 还有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行政体系要怎么改啊 你看行政体系 你跟立法院的这个立法委员的 那个思考逻辑 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这个种子券 怎么刚刚讲 送糯米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那个 整个的思维是完全平行线 然后一个是天龙地虎的那个状况 你要来如何去带领这个行政院 很难很难啊 你要做大规模的改变 以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要来面对年底 这样的选举的概念里面 你看不到这个行政团队 要肩负起那个 我必须要施政做好的 那个努力的一个状况 即便到现在五月底 然后做完这样的 一个种质询的这个状况下 你还看不到 他要有个战斗内阁 必须要来拼 对于民众的一个支持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看到金普中到花莲去 参加铁人三项 我就知道明镜兰要倒大煤 为什么 因为他有心情去参加铁人三项 某种程度上 一种当然是心情上的 一种当然是锻炼体力上的 只有这场仗 他要准备好打了 那你看他为什么要打 这个广告 那个广告 其实在做的是形象广告 我国民党做得不好 是民进党扯烂 我基本上直接把你拉下来 就是说我今天很多事题 没有办法做 民进党要负一大半的责任 是你在这里面 43次在这里面 在里面做处理 然后还有让蓝英的知道说 里面有一个绿皮蓝骨 皮王金平 不是蓝皮绿骨 王金平在这里面 一键双雕把很多的责任 都在这里卸掉 至少55 大家看了以后会觉得说 对 我很多事情不能做 民党形象会不会被打烂 我认为会被打烂 所以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 在这里已经足起 整个的公寓的一个情况 刚刚在讲说 这个执政当局 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不对 他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 他完全符合马金体制的 一个作战方式 但是我还要讲 我也那天跟民党相关官员讲说 相关的人士讲说 过去 蔡英文怎么样被马金修理的 不要忘记内修选总统 金浦冲不管那个姿势好看 还不好看 还有那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让大家觉得 哎呦怎么有人用这么low的一个方式 直接跟着去美国 然后直接这样子 你走到哪里 我就踩到哪里 整个方式的那个 你觉得他的那个手段 还干嘛做成这样 他就是会赢 我今天再讲 蔡英文如果还是用 大家闺秀的方式 要打赢今年年底的选战 你做不到 马金绝对是非常的清楚 过程不重要 赢得选举最重要 如果今年年底来看 我觉得还是这样 我刚刚已经讲了 这一张 这个选举 这个广告的本身呢 就是在做一种公式 第一个就把民党形象先打烂 这是送给蔡英文上任 党主席上任的最佳礼物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看到 他后面整个的 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来做主题的话 我觉得你会看不清楚事实 然后马金绝对会希望 朱立伦选新北市长 让新北市长 彻彻底底的把那个选票 跟那个整个的选举 通通巩固以后 你再给我讲其他 那那个问题是 他必须先解决 马金的问题 他在这个整个的思维当中 你先去让我 今年年底的选举 要先选赢 而且选得不错 在这种状况下 你再去思考你的问题 在这里面有没有利益冲突 当然有利益冲突 那这个利益冲突 朱立伦 敢不敢现在开始看起来 敢不敢得罪马金 我认为还不敢 所以为什么一个礼拜 每个礼拜 我们上个礼拜 他就讲5月28号 是今天了 就要告诉大家决定说 是不是要选 怎么样 现在要开始延到6月底 为什么一直往后推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 跟马金在某种程度上翻牌 直接宣誓说 我选2016 我不选新北 所以我认为 这个过程当中还在拉扯 但是 马金一定要求他 先处理 今年年底的选举 不是七合一 我在讲的是九合一 他必须先处理 眼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他必须要先选赢 新北市 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是全面性的在施展当中 那我还是要讲 如果蔡英文 如果还是用大家闺秀 还是脑袋 用那样一个方式去选的话 今年年底 还是很难选 即便马英九的施政很差 即便马英九的施政很差 不过马金现在真的 还继续的奢望这个朱立伦 继续选这个新北市长 我们来看 因为朱立伦其实不表态 所以关于他的这个传言满天飞 不过最近的传言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传言 就传说 新北市府的高层 已经为年底的市长选举 在招兵买马了 现在要辅选侯友宜 希望侯友宜 能够出来竞选 这个新北市长 那第二个传言 就是朱立伦 六月中就会宣布放弃连任 而且以副主席的身份 开始全台辅选 来为将来蓄积能量 第三个传言 就是朱立伦 将会接下隔魁 以便选2016 那将一话 就跟他互换 去选新北市 但是 不管是哪一个传言 他都讲的朱立伦 要放弃连任这个新北 要职攻2016的大位 所以我就要请教立红了 不知道这个传言 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如果是假的 那有谁要来放话 但当中有一个 我是存疑的 马金放手 那如果马金放手的话 为什么要这个 江仪华去选这个新北市 你就让侯友宜 选就好了 还要去咨询这个李红源 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们的盘算在哪里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朱立伦不愿意表态 他心里面 他当然觉得 越拖越久越好吧 是不是 因为毕竟现在国民党 还有一个党主席 叫马英九 如果说他真的想选 2016提前宣布的话 其实这种所谓的 这个第二颗太阳 太早升起 恐怕这第一颗太阳 甚至认为 他把党庄修了 都认为说 我是中国国民党 唯一的太阳的这个人 恐怕心里面 会非常的惊恐害怕 会做出很多对第二颗太阳 不利的动作 所以这正是朱立伦 为什么要一直 这个算是持音保态 或者是不愿意表态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朱立伦想拖 但是最近这一连串的 这个传闻呢 是不想让朱立伦拖延 所以呢 就一直在放东放西 放东放西这样子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有人心急啦 有人很急 因为大家都没有提到他 我在提 我在讲嘛 就吴先生我的好朋友啦 这个 我想吴东益真的很急 但是呢 你看大家都不提他 也不愿意去点他的名字 所以呢 你会发现就是说 来自于吴先生的管道 而且非常清楚的管道 他们就一直在放消息嘛 那 所以 你可以看出来就是 朱立伦在笑嘛 朱立伦也看到有人心急 替他安排位置嘛 是不是 事实上是有时候 放 这个话越放就越 越离谱啦 你说江仪化去选新北 那你也 尤其他人贏了我跟你说 对吧 对 真的嘛 江仪化你看那种能耐 还有现在的形象 声望 我说这种 这种话都放了 真的是 我毫无常事啦 但是终究就是 有人想再逼朱立伦提早表态啦 但是国民党的 新北市市议员的提名初选 是在六月中旬啦 所以我看朱立伦最快最快 也是六月中之后才会表态嘛 反正我以前讲过了 朱立伦拖越久 就是朱立伦能够拖越久 就表示他选2016的机会是越大的 好啦 但不管 反正早演讲也好 我们先来谈谈国民党立伦党团的广告 说实在这广告 我觉得他的杀伤力有限 为什么 大家还 我请大家来回忆一下 大家还记得这个广告吗 这个广告里头包括他的文字 基本上好像跟这一次国民党立伦党团的广告 有点像对不对 不是 这是民进党当年的广告 这个就是再怎么野蛮的广告 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国民党是在立法院里头 这种几乎是焦土式的 这个杯葛所有的法案 甚至连中央政府总预算都杯葛 所以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 曾经发布了这个广告 再怎么野蛮的广告 那这个广告说他杯葛廉政署 杯葛政党不当取得党产条例 杯葛政治现金法 杯葛工资人员利益冲突法 杯葛阳光法案总共计296次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的这广告 不过就是时当年民进党的衙会而已 就做同样的事情 可是马金最会模仿 好 对他就是模仿 其实就是模仿而已 就是学民进党当年怎么做 他现在跟着怎么做 那也就是民进党当年怎么垮 马金跟国民党就会怎么垮 所以我觉得你想想看嘛 无心人民 但是就很多百姓的角度上来讲 谁无心人民 对 别忘了 别忘了段一康他所揭露的陆委会自己的民调 不敢公布的 说变内参的 有62.9%的受访者要退回服贸的耶 是不是 那马英九却完全是违逆这样的陆委会所做的内参 他硬是要干 他有 他心有人名吗 你说他现在的这一连串的做法 在 妈妈过世之后 你看他现在 他的做法就是 就是比他 比五月之前 更加强硬啊 这是他 他现在 就是 你们都已经知道 我马英九 跟金普聪 我的方式就是 要搞蓝力对力 就是要搞对抗 而且他现在更加紧了这种 所谓的 对抗的 这样的 这个力度 加深了这样的力度出来 所以这个广告只不过是反映 他现在持续在 在玩这样的一个策略嘛 好 所以 到底 这个 人民该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我只能说啦 318血运之后的 我觉得让我看到台湾是有一股公民力量 只是 他是潜水艇 那现在 马先生 他不认为 这股公民力量很大 你可以看出来 他在《远见》杂志的访问里头 他说 那是少数 好 包括林飞凡 程维庭 他们那些学生 318那些学生 少数他不能代表多数学生 我认识的年轻人 可跟他们都不一样 好 所以 马先生是 他活在他 他的那个世界里头 他的理 他的逻辑里头 或者他的思考里头 他认为 我这一块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要这样干 那 他认为 另外一块 反对他 是比较小的 好 我不知道 也许 马英九对哦 也许 马英九对哦 我们就看 就拿 就用2014年年底的选举 我们来做个检验嘛 到底是马英九脑袋里头 他的想象 说我马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 现在深得明星 我马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经济 搞得很好 我马先生所领导的台湾 他的这个所谓的痛苦指数 是全世界倒数第三名 是全世界最不痛苦的国家之一 这是马英九他的想象 好 那如果是马英九真的当然想象 他年底选举赢了 那我只能说 我错了 是我这几年骂错了 台湾人民显然 我们的思维显然真的是跟主流民意颠倒 那就是总统英明了 好 那我们只能这样讲了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真的不信耶 好 所以我们就想 那年底2014年 我们就来做个总检验嘛 因为马先生这个策略 他会打到年底的 好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来看 这样的一个策略 终究还是要人民来做评判 刚刚竟然也讲说 那你蔡英文你自己要搞清楚 你还是要用那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大家闺秀的那种方式嘛 我就来看 因为蔡英文的问题 就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很多 那今天下午交接 那陈兆思他们那些贬迷就跑去抗议了 就要就是 他们这些人其实对国民党都不太敢批 但是韩他们对民进党很厉害 他们就只会批民进党 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跟蔡英文嗆声说 你要救陈水扁 你不能只靠决议文来救陈水扁 所以蔡英文现在所面临的是分风离穴的民进党 还有那些脑袋 他们只会去 他们不是在监督 他们是在监督在野党 施压在野党 要救陈水扁的这批扁民 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到底年底的状况 我们只能靠年底的选举结果 来判断最新民意 也许是马英九营 好 我说过 但是要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 我们来请教胡大哥 真的吗 马金已经放手了 真的可能这样追隆人去接行政院长 追隆人真的敢去吗 更重要 你要看一下这个广告 真的怎么 国民党这个整个大反击 广告的大晋级已经开始了吗 今天蔡英文 你一上任 我先送个大礼给他吗 更离谱的是什么 这里面 除了K民进党之外 最后那个画面 少数暴力的民进党霸占主席台四十二次 浪费纳税人一亿九千多万元 叛唤国会也扼杀了台湾经济发展 明明对台湾经济有利偏要打 这就是阿爸的民进党 然后最后一幕就是你的画面 你在翘垂的画面 然后上面有写叛唤国会四个字 好像在影视 新进国土进 你不要去想什么 我想没有任何的其他行动 今天蔡英文希望你能够就是硬一点 他觉得这样子会对一次比较顺利一点 硬就能够顺利啊 看吧 事情这么简单吗 吴大哥 国民党跟马政府的整个反击已经开始了 现在不是只有电视广告 现在看起来会打到2014 这个年底7月这个选举 那你现在为什么连王金平怎么都打进去了呢 民进党如果要选举 看到今天这广告 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 我常说啊 口哨一吹啊 蓝绿会各自归队的 这个广告对 幻率没有意义的 对幻蓝 是号召归队 叫魂 不要低估 今天早上有个外宾啊 到立法院 拜会王院长 外宾是我朋友 我陪他去 我就看到王院长这一段 会客的时候我对王院长说 我是在佩服你 你是骚到方台北 人要给你拍一看 你还是不动如山嘛 当然我们也谈到立法院要开临时会 我们现在立法院临时会已经常态化了 每次都开两次了 其实 然后主委民进党可能会进行 流行名词 把监察院封存 所以还会蓝绿 恶斗下去 这封存的战役会得利谁 我看会往蓝绿对接的方向走 我一定要谈朱立伦 朱立伦事实上是 哈姆雷特一样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选新北市长或不选新北市长 的确是一个问题 今天是蔡英文上任 我把她的诉求整理如下 她三大诉求 一 2014选举 二 主要是两岸政策认述 包括施敏德提出大一中架构 第三 人才培养 当然陈明通跟施敏德 是不能代表蔡英文的 国民党知道蔡英文上来 就准备 今天接送 总统候选人 就准备接掌总统候选人 很清楚 所以国民党在六都 还有中党头 有输不得的压力 包括新北台中 这两次是绝对不能输的 我说 长期研究台湾选举 做政治统计的 洪永泰教授 台大政政系 最近退休了 他跟我说 台湾从1985年到2014年 有全世界最完整的 从基层的乡政长 到总统选举的各种数据 他进行政治统计 他说 过去是 蓝比率 六比四 六十比四十 现在是 五五比四五 除非 除非有例外 公元2千里 三组人马 统计是没办法介入的 除非有一个2014 他不是319枪枪枪 而是牵手赴台湾 激起来 这种人情的东西 很难做计量以外 其他计量出来就是 蓝比率 目前是五五比四五 他说叫做政治板块 什么叫政治板块 我不认同你 我要投别人的政治板块 我不认同你马英九 我要投蔡英文 我不认同你蔡英文 我要认同 投马英九 这到底是政治板块 我说那不正是我说的 口哨一吹 各自归 对吧 他说这个比喻就是如此 好 如果看出五五比四五科学论处 我认为主理人会动心吗 会动心啊 这也是到今天 五月都要结束 他还是不敢表 他要不要选新北市场 很重要的原因 他在观望嘛 在看嘛 好 如果正如这个风查美所说的 这样一话 选新北市长 主理人 调过来当行政院长 这个烂摊子 习生的烂摊子 就把主理把你 主理拖垮 第二点 主理人就要看 吴敦毅的脸色 吴敦毅说 你做我的付出就好了 他要做行政院长 刚好啊 我今天遇到一位 曾经担任台北县主委 某位立委 是学者的 我不要讲名字 我就举这个例子 双输啦 两个都逝啦 就这样子 双输 你说吴敦毅大 朱立伦 不是啦 就说 江仪化选新北市 以及朱立伦 单行政院长 两个都逝 双输 这个不要 没有扯到吴敦毅 但是朱立伦还是要很高兴 尤其你有行政啊 对不对 人家谈你 当红扎子新 我想他暗爽到底啦 好 我都要关注了 那蔡英文怎么在双北布局 现在姚文志上来了 我会请教黄永泰教授 没有人看好姚文志啊 为什么赢 顾立伦 很简单啊 滚透了 顾立伦是外省人的 第二 姚文志是台北市选立委 曝光肯定高的 好说太有道理了 好 游其坤动向 我很不客气讲啦 如果我是民进党的选民 当 连盛文到日本去都有记者跟 今天还跟一个日本什么 我那个名字都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也不重要的日本议员 也被上新闻了 那么游其坤 你怎么没有新闻呢 我跟着白了 知所进退 你不要把党偷垮啊 我相信蔡英文应该 心里想法跟我一样吧 好 我讲结论 你看到今天国务院的 国台办法 也有马晓光言论 我要知道你们看 大一中架构啊 这几位大佬啦 研究了九个月就是一中 加个大而已嘛 大一中嘛 果然没有错 答案 九二共识跟反台独嘛 赶快啦 这个基调不会变 马晓光言论 也是说给蔡英文听的啦 你的最后一路 你要不要承认九二共识 要不要反台独 那等一下 麻烦静先帮我回答啦 但是回到朱立伦 的确面面对二则一啊 是有机会 也有风险 我不做智慧 但是朱立伦 老兄 你敢向西方的谚言一句话吗 凯撒度过鲁比克河啊 凯撒面对人生最大困境 他的兵权被罗马元老院 剥夺了 他在鲁比克河看 整晚思考 第二天 非兵攻进罗马 度过鲁比克河 展现那个决断力 你会吗 你敢吗 如果你敢冲 你是有机会啊 五五比四五喔 如果你要看吴敦毅啦 看马英九 看进步中领射 那我再拿这板子吧 大事难事看担当啊 精度啊 海洋进士啊 如果你没 祭拜这个决断力 纏纏等一转十八十兆就好了啦 看看你 怎么走下一步 来 问郭政 你要这么早 五个队而已啊 现在是打电视广告啊 怎么回事 真的像胡大哥讲的嘛 你们南军看了这个广告 真的欸怎么样 南军会归队吗 所以一直打 打到连底去了吗 南军真的在板块比较大 后来是会回流的吗 另外一个 那为什么最后最特别的 你就打民进党啊 你为什么打到最后一面 你为什么王金平敲那锤的时候 是打的是 瘫痪国会 然后是害了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呢 是什么 九月正正还在继续 所以马中文现在怎么样 他心里面三合一敌人是什么 在一党呢 血运 就叫一个王金平嘛 他不怕王金平 你那么多的案子在立法院 你王金平不需要支持吗 我想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这个广告 只在叙述一个事实 就是从 从第八届开会到现在五个会期 霸占主席台 已经43次啊 包括昨天 那第七届 我们去给他统计 第七届也是霸占43次 第七届八个会期霸占43次 第八届啊 五个会期 就已经跟第七届打平43次 那最让大家比较感受很深的 就是自由经济示范区 你说 饭律逢中必反 碰到胡茂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或许说你跟大陆里面有反中 有恐中的心态 但是自由经济示范区 当时候很多绿军的縣市首长 是抢着要 甚至说 这个东西里面是我们要跟大陆来比 大陆现在在整个自由经济贸易的地方里面 包括整个上海 广州 海西 甚至天津都要去设这个东西 那你现在我们台湾里面 不赶快跟郭基去做竞争的话 去做接轨的话 去做接轨的话 台湾会输给大陆 在这几个城市里面 所以大家挤在这边说 你在怎么挡里面来讲的话 不应该把台湾的经济发展挡掉 所以你说这个广告对国民党 我想说 如果国民党里面 没有把事实呈现出来里面 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怎么会立法变这一回事 那但是这个东西里面 我必须要讲 今天极栏极率 其实都在萎缩当中 根据上个月最新的指标民调 我们做出来里面 我们泛兰少数 泛兰大概是26%多 泛率29%多 但是真正最大宗的主流名利 是在哪里 是在中间选民 所以刚立宏或是竟然讲的 你这些所作所为 如果不能得到 主流中间选民的认同的话 七合一的选举 或是九合一的选举 你不用选 那接着我回来看说 这次广告里面 有没有对王金平不敬 我想这个东西 王院长早上讲得很清楚 他说新敬啊 就国土国家就敬啊 那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自己去对号入座 看了这个节目以后 他也没有认为这个含义 他批在野党批民进党 他干嘛放王院长 那这个东西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王院长这个画面是敲下意思水 代表说法案通过啦 其实没有不敬的地方啦 当然不同的解读啦 对啦 或许这个画面 是这样子 但是王院长他 这边填格是 王院长敲下那个意思水 不是 我解释了 那是要指控他是 蓝皮利谷啦 但是这个东西里面 院长他的感受不是这样 我想说民进党 国民党立院党团 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含义 早上林隆史出来讲 但是我要来谈 朱立伦这个问题 朱立伦这个选总统的问题 大概是每个礼拜一报啦 从上个礼拜报5月28 他要宣布 要宣布说什么 又碰到症结事件 又把它delay了 现在说要6月中旬 其实国民党讲得很清楚 国民党在新北市市长的初选期程 就是6月底 7月初 这是很清楚的 国民党新北市的主委 张主委 张义华主委 大概在两个月前 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6月底 7月初 第二个 朱立伦需要在5月6月 5月 这个月去宣布吗 不需要 为什么 今天才是蔡英文主席的交接 马上而来的就是 民进党整个党中央的人事的布局 蔡英文需要将近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去做人事布局 第三个 台北市柯文哲跟 柯文哲跟姚文志的初选民调 要在6月12号才决定 6月12号决定以后 必须报 民进党的中职位 或是中常委通过 大概也是在6月20或是20初号 才敲定台北市市长的 这个范绿军的候选人 第三个 就刚刚大家提到的 蔡英文怎么去处理新北市的问题 是尊重民主的选举 党内的民主投票机制里面 因为游习君是经过党内一个初选 产生的候选人 你还要把它打下来吗 还是要去设计 让苏贞昌去选新北市 这个在政坛里面大家也在看 所以朱立伦不需要现在急着去做这些事情 第三个 从陈衰扁当了8年的总统 到马恩九当6年的总统 葛奎啊 大概是说政治人物风险最高的工作 大概平均一年到一年半就失业 所以朱立伦再怎么样 如果说他徐途大位 他再怎么样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要去当行政院的院长 你也认为他不要去 他干嘛去 目前这个时间点 他怎么可能会做得好 不管是整个行政 整个民意 这是现在国民党其实真的是比较弱 或是立法院的状况 都没办法允许他去推动很多重要 展现破例的状况 这是不允许 第三个 我给大家看一个时间表 如果朱立伦是在6月下旬 宣布持工2016 他到他12月25号啊 大概只剩下6个月时间 他市长就要交接 这6个月里面他要做什么 国民党的中常委昨天分工 分什么工 就是说所有的6个副主席 你们要责任分配去做浮选 所以刚刚又齐提到的 第二项工作 是不是到各区去做浮选 朱立伦就分配到两个院小市 新北市跟桃园都桃园市 还有新竹县市 这4个 4个城市是要他去浮选的 同样的 朱立伦可以说现在是泛南里面的人气王 不是只有桃竹廟跟新北 他也跟桃园人抢着他去浮选 现在连中南部的人都要抢着他来浮选 所以朱立伦可以假设他在6月底宣布 如果假设他是职工2016 职工2016 从现在到12月25号截止 除了整个主要的工作 放在新北市的政务推动以外 他行有余力一定会去做南军的 所有相关九合一选举的推动 这个东西里面我认为说 因为朱立伦他本身是谨守奋计 从他当县长到他新北市市长 他都没有走出来 他都一直守在新北市 所以他如果要徐途大会的话 全台湾走透透 至少需要将近半年到10个月的时间 一定要去走一圈 可是 我不太同意国政这样的分析方式 因为我其实是一直赞成说 如果朱立伦有机会当协议院长 他应该去做 那我们试试看他到底能不能 你知道吗 国政刚刚所有的分析都是 朱立伦在计算我怎么样最有利 可是你知道 你如果说 国民党现在的协议院长做了就完蛋的话 代表我们人民还要苦两年耶 你把人民苦两年不管 你说我来算计我怎么样是最好 所以为什么国民党必须有立院党 协议院长协议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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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立法院要能够怎么样 我不能接受这个概念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 那人民怎么办 你就苦两年还没有人敢去接啊 你知道吗 我反而希望朱立伦来接接看 那朱立伦让我们老板去看看 他有没有办法 如果就像我常常讲 政府每天说经济不好都是因为 国际局势啊 什么都堪拌来堪拌去 如果这样我们要政府干嘛 如果今天说这个局势不好 因为你反而在协议院长协议院长 协议院长协议院长也不知最近的事啊 在野党协议院长 以前在野党协议院长 这件事情人家以前的总统 人家以前的协议院长 还是有进展啊 所以我说 我真的不能同意 国家的分析方式说 如果有你的算计 是要怎样怎样 对国民党比较好 那人民还要苦两年耶 老师这样 我想这不是算计啦 他一定会去评估 不是 我反对这样 不是 你是选界里面来看 这台湾的社会里面 草野对立的太严重 不是 彼此的信任度也太低 他今天我想说 不管谁的民调高 奥巴马当年民调不高吗 我非常反对 他也面临到国会的杯葛 我反对国政的思维模式 就是说 我们的政治人物 永远以自己的利益来思考 说这是合理的 我不能接受 老师 我插一句 今天不是姜怡化在当行政院长 而是马金在主政 是 那是两回事 如果你因为马金主政 然后马英九现在的声望这么差 然后你当行政院长就做不起来 那你也没什么能耐嘛 朱立伦想选2016的总统 这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现在一直陷入说 要不要先选市长 然后再选总统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以为说先选市长就不能选总统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 您认为他连任完之后可以直接再攻 第一个 因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选举 因为选总统是政权保卫战 你的压力是来自你全国的人民 还有你整个的政党 如果只有朱立伦的民调 跟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比如说像小英 只有朱立伦可以跟小英来选 来比赛的话 你说你的支持者 还会管你是不是刚选完市长吗 政权保卫战最重要 所以如果朱立伦看到 后面有没有追赶者 像江一画 像郝龙斌 像吴敦力 远远落后 实际上 他选市长再选总统 这是很有可能性的 支持者 就是希望 如果国民党支持者 就希望你把政权要保卫住 我哪管你 是不是刚选完市长 新北市 如果只有你会赢总统的话 如果只有民调起来 其他全部都落后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输了一大截 如果你朱立伦有的比 你说朱立伦 会不会在那种 等于自己支持者 蓝色选民的期待之下 出来选总统 也有可能 那如果 我先讲完了 民进党最大的希望 朱立伦也在算计 你在新北市 你到时候一定有理由 你跟我讲 他继续讲 我判断 朱立伦一定会先选市长 而且他绝对不会去当行政院长 因为行政院长不能发挥 不是马金的问题而已 是台湾宪政结构的一个危机 行政院长不能自己做事情 他在目前的宪政体制之下 就是总统的一个旗子 一个马前竹 而且台湾的行政院长 职业风险超高 目前为止 症亡率百分之百 不是算不算计 没有 他绝对不会笨到去当行政院长 而且我认为 马英九跟朱立伦的关系 也没有很不好 不要忘记 马英九是总统 还兼党主席 党继续在他的手里 为什么朱立伦可以继续搞神秘 继续思考到现在要不要选市长 是因为马英九允许你这样子 如果我是党主席 我下令什么时候 新北市长 开始来登记选市长 我什么时候要提名 如果我什么时候要办征召 就像台中 吴志强你能搞神秘多久 马英九下令 几月几月几月要来登记 台中是准备办初选 你就要来做一个选择 要不要选 所以我认为 马英九跟朱立伦也在考虑 你到底要不要 要怎么样的状态之下 因为国民党接班态势 还不是很清楚 对 不过啊 马英九长党继续 也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因为学院的问题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台北市长 马英九大家知道台北市长 马英九党党人投票投谁 丁守中 丁守中 访个大叔 照理讲 马英九如果你要支持丁守中 你应该要选一个对丁守中最有利的初选办法 因为你是党主席 国民党所有的党内初选都没有党人投票 只有台北市有 如果今天台北市的党内初选 是没有党人投票 跟其他的地方一样 只有用民调 按照国民党的规定 如果是县市长的民调差距在3%以内协调 继续协调 那么台北市长现在还在初选当中 连胜文就还没有出现 我再来谈国民党的这个广告 国民党的这个广告 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 如果民主制度只有少数服从多数 没有其他的配套 那么民主很可怕会变成一种暴力 如果少数像在民主政治里面 他不能用所谓的议事手段 那么其实立法院不要开会了 国民党稳定过犯多数 那以后国民党你认为哪些法院要通过 那你打电话告诉我们就好 因为一定会过 那何必开会呢 国外也发生过 美国的国会议员在发言台上 连续讲了十几个小时 也有国会议员 从他的位置走到讲台 走了好几个钟头 所以呢所谓意识抗争手段 很多种 竟然是认为说国民党现在攻击火线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甚至你认为说这种 照以前马金这种打法的话 年底七二一 国民党搞不好占优势 后来朱立伦或者说蔡英文跟谁 总统大选 国民党占优势 可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一个 刚刚立伦就讲了啊 朱立伦这个事情 是不是他们党内事开始在起哄 有人在放消息 在逼宫啊 那一样啊 这广告后来也怎么样 九月政策也在延续啊 是不是马总统还在记得 王金平他内部也在乱啊 呃 我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轴线上 我看到了 我刚刚也在讲说 金普通可以放心的去花莲 那个铁人三项 不是 不是 不是现在到现场就可以铁人三项 他必须要有些钱的准备 那不是说着完 所以我认为 他也在自我培养一种 那种意志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他是一个 选战开打的可能性的一个 宣誓 我想 刚刚我比较赞 林俊宣刚刚的分析 他有知己知彼 我基本上也是认同说 马金跟朱 没有那么大家看到的那么矛盾 那这个矛盾就是 他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先要把2014拿下来 因为那也不是马金的问题 朱立伦也必须要先把2014拿下来 某种程度上 他才有2016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基础在 在这个共同的基础在 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那这个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完全的分析是对的 其实他选了新北市以后 在选2016 真的会有很多人 拜托他出来选 就是当初一样 看到蔡英文 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人 那是一个很难挑战的人 别人都跟不上 不要忘记那时候 陈水扁要当选 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大家去拜托马英九 现在也会大家拜托 这个朱立伦出来选 同样的道理 只要谁能够打败他 他就是他们的王 文明勇敢 对 再先写完 然后再收拾多收拾 对